两情若是长久时,又起在潮潮暮暮。 对于很多有情人来说,有时候保持距离能够让感情变得更长久,而且在感情中,这样的距离能够产生美,也能够有助于感情的升华。 所以,恋人们在恋爱的时候,适当地给双方一些距离,也许会得到不一样的效果哦。 距离试验兮时很多感情,是经不起距离的试验的。 在有些人的感情中,本身他们对于感情不是很坚定。 当两个人异弊的时候,双方身边都空间了,这个空窗期也许就会吸引别的人来加入。 很多人感觉到孤单寂寞,往往无法掌控自己的心,很容易就爱上了别的人。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耐得住寂寞,心里面一直坚定着爱对方的心。 有时候会把这种距离当成是一种旅游。 等旅游完了就可以见到心爱的他了。 距离可以给对方更多自由的空间。 很多情侣在一起的时候,他们每天想的就是如何跟对方一起度过。 可是随着时间的变长了,男女在一起相处久了,难免会觉得非常的枯燥乏味。 而且双方都没有隐私。 很多事情为了隐私,想要去做却又不敢做,会感觉到对方禁锢了自己。 所以,适当的距离,给对方更多的自由空间,可以让彼此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 这样两个人在给予对方自由的时候,也能够给自己机会去做其他事情。 距离可以让双方更安心。 拼搏两个人在一起的时,后难免会影响自己的一些计划。 很多人为了能够跟爱人在一起,往往会放弃很多自己原本就都定好的计划。 可是人生有很多种可能,不能够因为一段感情,就放弃了未来要做的事情。 所以,如果不能够很好地坚定自己的心,两个人适当地有距离,可以更安心地去拼搏,去实现自己想要实现的理想。 距离可以让两个人彼此,珍惜对方当两个人不在一起,偶尔才会见一面的时候。 那个时候内心里面才会知道对方在自己的心中有多么的重要,回想起一起经历的事情,让彼此感觉到了对方的重要性。 内心也对彼此有了更多的牵挂,因为距离才会更清楚自己的心,知道对方的重要,彼此更加珍惜对方。 只有对方才是合适自己的人。 在感情里,两个人相爱不一定非要在一起,有时候给予彼此适当的距离,可以很好地看清楚彼此的心。 在这些距离中会产生更多的美,也会减少两个人在一起,久了感觉到枯燥乏味的事情发生。 所以,一段感情,不要想着一味地在一起,让彼此有一点距离,这样才会更深刻地感觉到对方自己心中的重要性。 内心里面也会更加坚定这段感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